連續稱霸全國的新民高中樂儀隊帶來精采的演出 為活動熱鬧開場 今天的主角就是在舞台旁的台中捷運綠線電聯車 日前抵達台中港後為了讓民眾一睹風采 這天特地從台中港載運過來準備繞行市區一周 我們已經趕回來捷運的進度 那麼已經本來拖延了現在可以如期在三年後全線通車 那明年就可以展開全線的試營運 那麼這個電聯車廂來了 待會會到我們北屯的機場在那邊試車 那半年後就會上去我們捷運的這個軌道上來試車 對 而且這是公共運輸 我們社會越進步公共運輸需要的更多 遊行隊伍包括一節電聯車及兩具轉向架 由警車前後及兩車介護 車隊總長近百公尺 沿著中二路向上路一直到北屯路 最後再運到北屯廠進行相關檢測 市長林交融也表示台中捷運將如期三年後全線通車 明年前開始試營運 加上交通部日前也核定捷運南線 山手線也爭取補助 未來台中捷運時代指日可待 在交通部去年底又核定了捷運的南線 那麼我們也在加速的爭取 希望能夠盡快的來呢動工 那可以形成一個十字交叉的路網 再加上大台中三手線 我們已經見請中央放進去這一次擴大公共建設的預算 這樣台中市就有一個環狀 那麼而且十字交叉的捷運路網 再加上輕軌的路線的規劃 大台中未來呢不只是這個崛起 而且會帶動中間投苗區域的一個發展 交通局也指出這次共採購18輛列車 9輛列車由日本原裝進口 另外9輛列車載技術轉移 目前捷運整體工程進度約70% 圖木工程接近尾聲 積電系統陸續進場施工 朝向109年全線同車來邁進 記者立講台中才不到